怎样理解现在人能看到异象 现在人能看到异象还有什么意义 能看到异象 这种异象有好几种 第一来自神的 我说上帝特别的怜悯 不是因为那个特殊灵 千万不要误解 我们灵恩派的弟兄姊妹 或者一般的基督徒总误解 哇那个人能看异象 好像他就超级基督徒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 真正成熟的基督徒 不是吃奶是吃干粮 心窍息练的通道 晓得分辨神的旨意的人 而那些软弱不明白的人 或者是特别需要安慰提醒的人 上帝有的时候 额外的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 向我们显明 我们太愚蠢了 像驴一样 显明的律法都不知道 结果上帝用一些 让我们感官 给我们带来冲击性的方法 引导我们 这是特别的方式 不是灌常的方式 灌常一般普遍的通则是神的话 所以有的时候神是有意向 但是会部 还有更多的是 我们自己精神恍惚也好 或者什么 有的人酒精中毒 有的人熬夜熬得太多的时候 容易看到幻听幻觉的这种情况 我父亲以前活着的时候 信主之前是酗酒很厉害的 他到了一定程度真的就像真烟书里面喝酒的人那样 天天像躺在海上似的 看见各种怪像 说什么 这个 谁谁谁在那说话 什么 这个鬼呀等等 就能看到一些幻象 你说他真看到了还是他自身那个神经系统出现混乱了 都有可能 所以那是那不是意向 那也是意向 但是不是来自神的意向 是我们自己看见了一些怪异的 甚至是在我们脑皮层里面形成的一种虚幻的东西 还有一些虚假的意向 大家记得旧约先知里面 旧约里面有假意向 假梦 谎言的 新缘里耶稣讲到这个幕后的日子有假先知出现 也行神迹 也有意向 所以不要太迷恋这些超自然的东西 好像是一种身份和级别的象征 生命的象征 恰恰相反 真正成熟的人是 神的灵在我里面 神的话在我里面 随时能够分辨神的旨意 查验和为神善良成全的旨意 顺从神话语的人 神的道在我里面 神的灵在我里面 你也无法区分道和我 灵和我之间的区分 神的灵运作在我里面 就像似活物一样 我就随着灵的运动 随着道的运动 我也追随他 神人同行 与神同行 顺从神 这是神所期待的 不一定非得给你个羊毛的招数 给你个凭据 你才啊主啊我知道了 OK我顺从 给你个异象 给你个什么闪个雷电 什么听个声音 你才顺从 那都是幼稚园的程度才有的 旧约是幼稚阶段的 上帝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形式 使徒们幼稚的时候也是那样 神迹 但是成熟的时候是开始追随神的话 顺从神的灵 教会初期的时候也是用神迹 去兼顾他们的信息 印证神道的真实性 但是成熟了一段时间 你发现神迹就消失了 再找鬼去赶 也没有鬼府的人了 刚开拓教会新建的这个宣教地的时候 那种神迹那种骑士很多 那种属灵的征战很多 但是成熟了一段时间 发现没有了 需要在话语上扎根 神在新旧约所讲到的 引导我们建立我们 让我们成熟 特别是以福所书四章里面 神所差遣的 有赐下的使徒先知 牧师教士传福音的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身体 使他们不再做小孩子 在真道上通贵 于以长大成人 就不被一教之风摇来摇去 上帝赐下牧会者话语的工人 去建立教会 让教会在神的话语上 认知上达到合一和成熟 以至于他们不被骗 这才叫成熟 没有任何经文告诉我们 你说一项 说方言 做一梦 建一项是成熟的标志 如果论恩赐的话 哥林多教会是 所有圣经里面 记载恩赐最丰富的教会 但是却是最属肉体 最幼稚的教会 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弟兄来看 甚至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主里面是婴儿的 保罗没有说他们 你们没得救 你们是异端 而说不得不把你们看作属肉体的 你们太幼稚了 婴儿了 所以恩赐不是属灵和生命丰盛的代表 别迷恋 爱慕可以 但是更要爱慕神的话 渴慕可以 但是要渴慕 像保罗所说的 比起说方言 更渴慕那些遭就教会的 成熟的基督徒是考虑别人 关心别人 不是滥用自己的自由 想说方言 在教会里就乱讲 牧师在那讲道 下面就开始讲上方言了 我们先不说 那是不是方言 这种人 你说我圣灵感动 我禁止不住 难道圣灵是让你混乱吗 很容易分辨的 对不对 幼稚 不是成熟 不是超级 是幼稚 甚至有的时候是危险的 可能被别的灵欺骗 迷惑了 请注意 我们不否认神的大能和恩赐的美好 但是我们说 圣经里面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成熟的教会 不是那样的模式 我们已经被洗脑灌输了那种 好像有什么东西就特别了不起 但实际上圣经里所给我们看到的 反过来不是那样的 感谢观看